OK继续啊 刚才那个视频停掉了 我来看一下 ContentFrame就是统计帧嘛 统计帧对吧 然后按照长度来统计帧 这个我觉得这个条件应该就是成立的 按照长度来统计帧的数量 随着时间轴的推移 它给你列出来 对吧 如果我只想统计 我只想统计TCP的S1 那就是TCP.flag S1 等于等于1 OK TCP S1等于等于1显示出所有的包 它就又没有了 S1等于1的 应该是有的 应该是有 但是好像应该非常小 我觉得 在这 看不到 太小了 刚才可能也是 有时候看不到也是可能太小了 你看应该是有的 就这个条件一定是成立的 一定这个条件一定成立的 就是我想统计 S1按照这个长度 给我统计一下 每秒钟的数量 这时间肯定是成立的 所以它比较小 它肯定是比较小的 没问题吧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没讲 就是这个字段的问题 我们要统计它的字段 叫content field 明显是一个字段 字段 那么我们来写 IP长度 IP长度 小于 就不做过滤吧 不做 因为本来 这个就比较小 这个是 我们重新来 content IP长度 是吧 也有了 是吧 有了吧 看 有了 OK 其实它现在做了这个 它不会立刻把你显示的东西 显示在你的这个显示中央 有可能在下边 找半天 拉大 找半天 找不到 明白是吧 OK 所以这个都可以 再说一遍啊 它的这几个值 它的外轴 扩展 它高级就高级 在它的外轴 可以有很多的参数 外轴可以有好多的参数 然后它可以写很多个 曲线的一个对比 外轴 包 包数量 这个不用说了 包的大小 有两种类型的大小 一个字节 一个小臂 是吧 然后下边有一些高级的特性 SUM 是你可以写它的一些总总和 SUMMARY 例如SUMMARY 你可以在根据你外轴定义它的这个参数 然后显示它的SUMMARY 然后我也可以显示它的这个某个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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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段 然后我也可以显示它数据包里面的某个字段 我可以根据最大最小和平均这三个值来显示数据 来显示 这个最大就不一定是包的最大数量了 你如果写的是IP Lens 那就是长度的最大 理解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写的是这个TT2的话 那就写的是TT2的最大 那这个大小平均这些都可以针对你后边写的外轴的这个显示过滤器的表达式 OK 如果前面写写的是包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是负载 我们来看负载 负载就没有了 这个就不行 它在匹配的时候一定要留意 你的这个不能用负载去显示长度 对吧 不能用负载去显示长度 所以这个就有问题 OK 这个就有问题 说明是一样的 但是外轴不一样 外轴不一样是吧 外轴我一个是用 就是体验的所有包 就是默认的 但一个就是用 都是材料 看一下 这个去掉 这个是你的 你的这个 第一条是这样显示的吧 没事 我这个第一条显示你的第二条嘛 是吧 一样的嘛 第二条是这样的吧 然后 你的第一条是所有包是吧 all packet 那就all packet 把它去掉 这里 这里没有显示过滤器吧 有什么要 这个 你的第一条是这样的吗 这个改成线是吗 对没打过 我给它改成线 看看啊 也是一样的是吧 看一下啊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中间是有点不一样的 我给它改成做装的 我都改成线 看它有没有重合是吧 红线和绿线 我把它去掉啊 绿线 红线 哎 还真一样 对 看一下 为啥 我的all packet 做了一个 针对所有的包 哦 这个不对 那 你这个是外轴是packet吗 外轴不是 外轴应该要改成那个 你用的是哪个 这个吗 哦 这个是吧 帧数量是吧 长度 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对 也是一样的 这个 这个是为啥 你的这个 嗯 它没有写什么 这个 它是根据 IP的长度 来统计帧 因为每个包 应该都有长度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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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的这个字段是 按照帧来统计 就是针 对于我现在来讲 我的针应该是我所有的包吗 你不信 你看 针对我来讲 就是我所有的包 然后 根据长度 而每个针都是有长度的 它没有说是最大长度 还是最小长度 还是什么 有没有设定说 长度小于多少 统计 如果我这里写一下 写一个 长度 长度 大于 长度 大于 等于 128 这就不一样了 看到没 就只有红的了 对 那 没有 这就没有了 所以我想这边给你演示的目的是告诉你 你这边不设任何长度的话 不设任何长度 它是针对 它是怎么去理解这个第一句的筛选 就是 我根据长度来统计真的数量 然后 在这边给我显示一个曲线图 是不是 就相当于 你这句话说的就等于是我针对所有的包 显示曲线图 你解释是吧 差距不大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是吧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基本上 因为有些不是这个 看一下 因为你自己点到上面 这个小红点点在上面 你可以体现 到后面去看 就是这个包 后面那个包呢 就这样子 这个有点慢 到了 对吧 你要点进去就这个包 就这个包 你在这什么曲线上面 点进去的包 它都可以 都可以帮你跳到后面的某一个包上 你就直接到最少点 然后你点到最低点 它就帮你跳到说这个包是在这个时间最低的 然后就去分析为什么它是最低的 高级工具相对麻烦一点 但是它能够帮我们呈现一些东西 来我们看几个例子 一二三 我们有三个例子 先看第一个例子 先看第一个例子 看一下第一个例子在做什么 看一下啊 第一个 嗯 说这个 红色的 你们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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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上可能看不出颜色 可能看出我这个皮肤上有颜色 红色的线 红色的线 表示最长的时间间隔 黑色 黑色的充线 表示最长的时间间隔 红点表示平均时间间隔 绿点表示最短的时间间隔 这在说什么呢 通过观察TCP报文段的相关的数据帧 抓取的时间间隔 通常 能够判断出是否存在TCP性能有关的问题 这在说上 我们看我们的显示过滤线 我们抓了三个 呃 第一个是IP source 是101 都是101 都是101 后面不一样的是 我的 我的这个时间间隔 叫真的时间间隔 在某一时间节点 真的时间间隔 最大的是多少 最小的是多少 平均的是多少 通过这个图我们能发现什么 就是那根柱状的线是最大的 绿色的是最小的 红色的是平均 我们通过 平均 平均 有时候你会发现 有时候你会发现 平均跟最大的放在一块是吧 平均和最大的放在一块说明啥 没有最小就一个 明白为什么 他某个节点就一个 有可能平均和最大的就是 就是就是一个点 他没有最小的 就是一除以一不还是他自己吗 那有大的有大最大的有最小的 那最大的最大最小的除以二 这才是平均的吗 你解释什么 OK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图大概能够判断出 TCP的这个数据包的数据发送的时间间隔 他的抖动到底有多大 我们看平均是看他的这个数据是不是很稳定 然后看最小和最大之间的间隔 能够判断出TCP他的抖动是不是很大 明白意思吗 TCP对抖动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 你说我发一个我等会再发给你 这个没问题 他对延时的抵抗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对抖动的抵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了 抖动一大他就要窗口就要降下来 就要重新进入这个重传就比较麻烦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这个实例是可以看出 他们的抖动在哪个时间节点TCP的抖动最大 然后你在精确定位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数据包去看 为什么他的抖动最大 明白了 OK 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时间TCP的时间间隔 第二个 如果如何获悉TCP数据流通发生了多少次重传 那对这个例子是我们刚才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研究的几个字段 其实都在这给大家提现 我要想看这两个中端之间的TCP的重传的信息 是吧 就看在这个时间节点它的重传非常的多 重传为什么这么多 那可以去看 OK 重传为什么这么多 所以这个可以帮助定位 帮助你去定位两个中端节点之间的重传 用的是这个帧 帧数量 如何获悉TC 某股TCP 数据流通的数据包的抖动情况 这也是看它的抖动情况 看 我们来看看我们能不能看到 在哪儿啊 找个TCP 随便找一个 右肌 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TCP 有一个 有一个filter 是吧 TCP 延时的filter 在这儿 选择 选择 TCP 这个 然后把它生成这个信息 是吧 生成了以后 然后在IoGraph里面 在这里 在IoGraph里头 我们把它换掉 我们把它换成 在 Max 最大 然后给它 看一下 应该是的 它说的是 嗯 它说的是先点这个包 点完以后去去去去这个 嗯 filter 生成TCP的这样一个 最终 最终看一下 是是是生成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是 是 显示过滤器 对吧 生成一张显示过滤器之后 然后把它应该复制到 在这边是80 80 对应该复制到显示过滤器这里 应该复制到显示过滤器这里 应该复制到显示过滤器这里 然后再去筛选一下它的重传 是吧 能这样做的 我们来做一下 不应该应该是这儿 然后这个地方写 tcp 重传吗 最大没有啊 是最大 改了最大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 bar看一下 对的 max最大 然后tcp的重传 tcp的重传 对的 哪儿不对 呃 哦 这个是差异的时间 是吧 ram ram time dat display 这里不是写tcp重传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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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把它放大一点 啊 这个能看清吗 ram1.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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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它为什么不能让我补权啊 dead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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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tl d lta dlta 写错了 dlta 对吧 然后呢 下方 d DISPL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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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对了呀 这个语法对吗 标红不对 对F F2少一个F 对真的时间的Display 好 这个就对了 这就看到了 就是最大 能给我们列出来 这个最大的 就是这个 这个TCP啊 最大的抖动的一个情况 这是最大的时间 最大的时间 对吧 我这个 我抓的这个包呢 是比较少的 你能够看到说 最大的延时是多少秒钟呢 就是这个时间节点 这个时间节点当中 最大的 抖动的一个情况 真的 真的这个抖动 最大的抖动的一个情况 OK 再看一下它的语法 先找到TCP的某一个流 就是你把它右击 它帮你生成一个显示过滤器的语法 看一下这个显示过滤器的语法 IP address是什么 IP address是什么 AND TCP的port等于什么 然后TCP的port等于什么 这意思就是 这两个终端的一个 一个TCP的应用 902的应用 这是一个TCP902的应用 这个不是一个流啊 这是一个两个主机节点之间的TCP的一个应用 那这个整个应用当中 我的TCP抖动的最大的时间节点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概是多少 就是通过这个来看到 看到吗 这是 没有100节 20 对 这是20 20秒 这就是 这是我抓的这个包 是我们访问我们的一个虚拟化的服务器特别慢 20秒应该有的 当时等了好久 有可能 它一直一直在发 Wizphere的一个一个一个Delay 对 就等待 等待它的最大的延迟 就这个时间节点 等待它最大的延迟 对 很高 因为我们当时就分析它为什么会这么卡 OK 这是 这是这个延时Delay 这是第三 然后呢 TCP IoGraph说到这了 这是我们说的IoGraph IoGraph 来我们回忆一下 整个IoGraph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定位网络的性能 然后测算链络的吞吐量 然后外轴的一个不同 可以作为一些高级选项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用它来呈现各种曲线图 根据我们的要求 根据我们的要求 它的横轴和重轴 然后包括显示过滤器 包括外轴的一些呈现方式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IoGraph来反映访问Web站点 在某个时间间点访问它是最最频繁的 我们可以通过显示过滤器 我们也可以通过外轴 不同的参数来过滤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两个 我们可以去抓取真的这个间隔时间 来判断TCP的性能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还可以去看这个流当中的重传 对吧 TCP某股流当中发生了多少次重传 我们还可以直接去看某个TCP的session当中的一个时间 发起真的一个时间间隔 就是最大的时间间隔是什么 对吧 这个就可以看它的抖动 最大的时间间隔 好 这个是TCP的stream TCP TCP 叫IoGraph